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就是疫苗股跳水 未来还能反攻吗 在消息面上 我们看到拜登政府试称 美国将放弃新冠疫苗的 知识产权专利 也是引起港股当中 疫苗股出现大幅跳水 我们看到康星的生物 就跌进两成 而复兴医药跌进16% 开拓药业方面也是跌12% 不仅仅是消息 我们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这些疫苗股也是涨了多日 可能也是需要一个 喘息和调整的空间 您会怎么来看待 相关消息对于这些 疫苗股的影响 未来还会有机会涨回来吗 对 就讲到这个放弃 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它放弃其他国家 比方说就是利率多比较多的 也有可能要跟随 所以为什么导致 今天的相关的一个疫苗股 都是往下挫 但是我觉得这个 通过应该还是挺难的 而且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部分的企业讲到 第一季度其实 这个疫苗的一个收益 其实也是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增长 所以也带动这个业绩做好 如果真的有机会放弃 这个新冠疫苗的一个 知识产权专利的话 大家会觉得 其他人都可以拿到这个做法 然后好像在市场上 竞争率可能会减少 对于未来的一个收益 可能会有影响 但是这个疫苗是比较正对性的 也不是其他植病也可用的 所以而且在这个时刻 大家也是不断地希望 可以增加这个产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短期来讲 其实重点不是在于 有没有放弃这个知识产权的 一个赚利来赚钱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疫苗的一个技术 可能都是通常分为 三个不同的一个技术 第一就是灭活的一个病毒 第二就是这个线病毒载体 第三就是mRNA 来说这个mRNA 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技术 然后它的一个生产疫苗的 一个时间其实挺长的 而且技术还是挺高 所以就算放弃这个 知识产权的一个专利 其他的一些药器 或者是其他国家 有没有这个材料 或者是这一些时间去生产 还是存疑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虽然今天受到一些消息 来拖累到相关的一些 新冠疫苗的企业 出现一个股价大下跌的一个情况 但很快我觉得应该会笑话 然后慢慢就会追回来了 其实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 也看到很多大行是发布了报告 其实也都是在为这些疫苗股护航 都是认为说短期可能是有不利的影响 但是后续的话可能对这个板块依旧看好 那我看到其实总体来说 大行都会认为说 质雇疫苗股的实际上是原材料 还有技术 而且也有人认为说拜登政府实际上 他可能不会落实这样的一个决定 还有的人认为说其实这些改革呢 也是有助于国内技术的一个提升的 让大家是把长远的目光是放在技术层面 另外呢其实呢也是说了 这样的一个策略 如果是真的实行的话 其实也是有利于经济长远的一个发展的 综合来看的话 好像都是在为这些疫苗股负护航当中 所以如果说现在有一轮的打下来了 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们知道其实在印度这一方面呢 这个疫情还在持续的发酵当中嘛 所以可能很多人也会把这一轮的一个下跌 当作是进场的一个机会 那您会认为目前是机会吗 我觉得还可以再等一下 虽然就今天已经急错了 可能就慢慢会吸引到资金的一个注视 但我觉得就是最近的这些疫苗股 都是涨得比较厉害 尤其就是比方说这个福幸啊 就除了今天之外 其实之前都是在告慰 还有就是这个国药也是 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再回调多一阵子 当然就是看到现在 今天的一个波幅挺大的 然后目前其实已经慢慢 从这个地位已经有所收复 所以我觉得如果还是看长线的一些投资人 应该也可以就是慢慢分阶段去部署 每一支个股呢 大家要看就是找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水位去买 比方说这个就是康希诺 因为他已经到达之前的一个 我们看到的100天平均线的一个位置 这个呢是从3月份以来 就每次跌到100天 现在很快就会反弹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真的再有机会 找到就是在300块以下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吸纳 康希诺300元以下是值得吸纳的 那我们知道港股当中的疫苗股 就是总体来说可能四支吧 像复兴医药康希诺 还有开拓药业以及国药控股 那这其中如果去进行一下评估的话 您认为现在一个增长幅度最大的会是哪一支呢 会建议投资者首要的去选择部署哪一支呢 如果是反弹这个动力的话 刚才提到就是康希诺呢 因为它的一个新闻 因为如果真的在呈现去用的话 有可能它反弹的一个动力会更大一些 因为现在你看到它 这个还是上面的一个空间可能相对比较多一些 但如果真的看就是这个疫苗的一个情况或是安全性 我们可能就选这个国药会比较理想 我觉得就是国药应该很快也可以就是慢慢的到出口到其他的一些国家 或者是做一个应用 所以我觉得权限应该都会看到第二季度的一个需求会增加 但就看这个股价 如果是已经跌的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在反弹的话 可能康希诺的空间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如果说反弹空间的话 康希诺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说未来的一个稳定性的长远来看的话 国药这方面大家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凤州的观点了 那说完了这些疫苗股 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跟它有一点相似的这个医美板块当中 其实说到医美板块 早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就在聊 今天看到其实港股当中的医美股是继续走高的 尤其是早段也是延续强势 比如说像是瑞利医美一度飙升19% 而私环医药方面也曾经涨超9%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关注到 A股医美股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 早前我们知道港股医美股的一个走势 其实受到了A股的带动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分化呢 那A股医美股的一个走弱 是否也是对港股有一些歧视作用 现在投资者是不是也应该在这个位置选择止赚了呢 对 我同意的 因为最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消息 去刺激这个板块持续的一个上扬 所以当A股可能是出现获利盘的话 港股这边其实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像类似的一个走势 而且我觉得就算长线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伊美的需求还是会增加 市场还是会继续增长 但是短线来看呢 这一些股份的一个股价已经上扬了不少 多多少少已经反映了这一些冲击 除非它的一个业绩真的可以就是交出成绩表 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难是做一个 就是现在高位去做一个长线的一个部署 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是地位已经买进的一些投资人 在现在这个位置也差不多可以直转了 未来我们可以再注视一下他们的一些财务报表 如果真的看到盈利不断的一个呈现增长的趋势 或者是某一些企业真的可以收回这个大弯区的一个需求 到时候才重新部署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凤珠的观点同样也是可以参考一下A股整体的行情 目前如果要是投资者早前有注入的话 现在也可以选择纸转一下